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有这两个工具 就可以自行处理 这两个工具都不贵 但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便宜的手表 比较平价的手表 再是如果是贵的手表呢 建议还是 拿去给表行的师傅 处理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也拿了一支 比较平价的手表来测试给大家看 就是教大家整个步骤大概是怎么样 但建议大家 如果你很珍惜的手表 怕坏掉的话 还是建议去给表行师傅 那我们今天就用平价的手表 来试一次给大家看 那我们要 拆装表盘上面的纸针 所以必须先把表盖打开 那这一款的表盖 它是翘开式的 我们就用这个 铁片然后 在它 缝隙的地方扳开 它的表壳就会掉了 那它这边有一个塑胶垫片 那它这边有一个塑胶垫片 之后才可以把表盘拿起来 那龙头指针呢 要解开 就是你沿着这个龙头这一根 到这边的铁片 它会有一个 我手指指的地方 这里会有一个 凹点 很小的凹点 这里 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然后你就拿煎物 看到镊子啊还是 就是 只要是煎物都可以 然后在我刚刚笔的那个凹点的地方压一下 纸针就可以取出来这个龙头 因为要把纸针取出来之后 表盘才可以拿出来 这样表盘就取下了 那因为有些人它是因为秒针脱落 所以要把它装上去 那这个工具呢 它是 拆除 纸针的 然后这个是装上纸针的 如果你的 平架手表拆开之后 你只是要把秒针装上去 你就可以只买这个工具 然后掉的纸针就可以用这个装回去 那我们先把纸针拿起来 才可以示范给你们看 那这个就是夹纸针的 它这里有一个这样 它一压 那个 这里 这样就可以把纸针夹起来 我先夹 秒针 因为我架着镜头 所以我离手表比较远 不太好看到这个 所以我夹得比较久 如果你近一点距离 你就是把秒针 分针 时针 就是靠着那个纸针之后夹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秒针 这是分针 然后我们再把时针夹起来 就是这样子 这样镜头看得到 这样这个 然后把它靠着 然后往 压住 然后这样往上 但因为我要平行才不会把纸针弄歪 所以我放在桌子上夹 这个是十针 夹起来之后它这边会有一个 凸出来的这个 它就是依照顺序装上十针 分针跟秒针 然后装就是用这个工具 就可以先装 最下面的一定是 最短的时针 你就先把它这边有一个 一个洞 先把它穿进去 这个轴心 它有分 分面喔 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平的针 但有分凹跟 就是一边比较凸一边比较平 所以我们要 就是平的在上面 然后用这个 这里有一个 这个工具有一个洞 然后就是把 你已经装到那个轴心 然后往下压 压进去 它就会 它的针就会跑到轴心里面 然后我们就依序再装上 这个是分针 一样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洞 然后也是有一面比较平 一面比较凸 就把平的往上 然后一样先让它入轴心 先把洞装到轴心之后呢 然后再用工具把它往下压 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根就是秒针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带一带秒针都会掉 可能是秒针是在最上面的 就不小心撞到啊还是什么的 秒針就會掉在表盤裡 秒針它就一個是平的 然後一邊就是尖尖的 它就是因為它是最後一根了 尖尖的就把它塞進去軸心裡面 塞到軸心之後一樣用這個工具把它壓著 它軸心的洞非常小所以不太好用 剛好我又離螢幕有點距離 所以這樣不知道看得到哪 這裡這根針有個塗點 然後我們要把它裝進這個軸心的洞裡面 但是因為軸心的洞非常小 就是可能要像那種眼鏡行師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它都會帶一個 眼睛那邊都會帶一個放大鏡 手錶是很精密的 他們都會在眼睛那邊放一個 用一個放大鏡然後就會比較好 我們賣場也有賣放大鏡 這是...對 今天沒有帶 然後你確定有入到軸心之後 再用這個工具把它壓著 這樣就有裝上去 它不會掉 就是代表它有進到軸心 然後我們再把 錶盤裝回去 這樣子 然後... 龍頭在這邊 先把錶盤放上 然後龍頭 然後... 壓緊卡住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電片裝上 然後... 那你要操作的時候 可以把錶帶拆掉 會比較順 然後... 裝錶蓋也要記得 因為它是翹開式的 所以... 它的邊緣會有一個這個凹槽 這裡... 就是要讓你... 裝在龍頭指針的地方 才不會壓到這個針 如果你裝錯啊... 指針就會卡住 就不能動 像這裡這個凹槽 要對準這個針 就是... 才不會蓋蓋子的時候 壓到龍頭的針 像我剛剛... 你看我裝完 但是因為我裝完 沒有看一下那個... 三根針的平行 就是你的... 時針 分針跟秒針 它不能... 卡住 代表我現在... 我的秒針 它有點... 就是每根針都要平的 然後三根針 不能... 有稍微的重疊到 或者是碰到 因為這樣時間就會不準 像我剛剛這樣子轉 這個... 跟... 時針是沒有問題 但秒針可能 剛裝的太大力 有壓到它 你看... 它會卡住秒針 所以這樣就不行 你要拆掉 然後把秒針的針 往上扳一點 讓它不要碰到... 分針 你看... 因為它不會碰到... 時針 但是它... 會卡到 所以這樣就不行 這樣它時間就會不準 所以就會... 就要拆掉 然後再... 裝針 所以裝的時候呢 要非常小心 然後... 用力的時候也要確定... 指針沒有去壓到 因為它秒針非常的薄跟軟 我剛剛可能太用力 所以它有一點... 針有點往下壓 去卡到... 分針了 那我等一下再把它拆開 再重新調整一次 那今天就是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要怎麼樣才可以... 拆除... 指針跟裝上 主要就是用這兩個工具 如果大家有... 便宜的手錶 然後可以買這個... 不貴的工具 可以自己手作... 調整看看 那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但如果是貴的錶 就非常不建議喔 因為這樣就很容易讓自己的錶 就是... 就是弄壞啊 還是什麼的 因為... 這種工具就是比較... 當然沒有專業師傅的工具厲害 所以讓錶受傷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平價錶 大家想試再試 那比較貴的 或者比較珍惜的手錶呢 還是建議去錶行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